导读,对于三木的年龄,大家可能还只知道个大概数,只知道他已经30家,其实生理年龄不重要,重要的是心理年龄,追求时尚的三木和他妈妈一样,能带给大家美的享受一种对生活积极的态度,就是最好的时尚了,也因着时尚,使他们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呢,路人蜕变成大家喜欢的博主,30岁那一年,他决定辞掉原来金融工作做时尚博主,当时也遭到他母亲的极力反对,曾经也有过一些分歧, 后来也因为母亲也喜欢追求时尚,在这个共同点上,还是达成了一致,虽然也有许多人认为,他只是路人一个,但是作为三木来说,能够从被大家认为路人,蜕变成博主,也不是一蹴而就的,然而,现在与母亲一起穿搭时尚摆拍,已经成为他们的特色之一了,据称,三木从小也是受母亲的影响,对时尚有比较特别的悟性,所以,会放弃原本不错的工作,投入当时还未知的个人追求当中,现在看来,他经历了这几年的 时尚之旅,也深受大家的喜欢,他可以将一些亲民的品牌,穿出高雅的时尚饭,也就是因为这大众化的款式和价格,容易被大众接受,才会有如此的接受度,也因此比那些小众品牌穿搭者更有人气,款式和配色的成功搭配,就拿他最近的一套穿搭来说,深灰色大衣搭配, 其实论款式和颜色来说,单独放在店里,不一定会吸引人,哪怕穿在店方模特身上,也不一定能引起大家特别的关注,大家一定会说,哪会啊,那么好看的一套搭配啊,不信,你们看,图来自品牌方,若侵犯联系山市呀,没错,左图上的就是穿在三木身上的那款大衣,还有右图这款裙子,除了颜色有点眼熟以外,真怀疑是不是穿错了,怎么会是这个造型? 图来自品牌方,若侵犯联系山接下来看背心,不错,搭配在白色衬衫与黑色裙子上,很复古,感觉有点偏男性化的绿色丝制衬衫,除了看上去面料不错,质地优质以外,不会想到就是三木里面的那件吧,靴子的颜色与这件米色大衣相配的,也很好看,论颜色搭配满分,这三件物品搭配的还可以,只是没有三木穿的经验,那是什么原因穿在它身上,就会有如此魅力呢? 首先,我们先从款式来研究,不收腰线的直筒,小巧的西装领,很传统也很经典的一款大衣,内搭一件紧身羊毛短背心,丝制衬衫从背心下摆露出一截,使腰线上提,驼色前开叉针织裙,很好勾勒身材,另外,选择尺寸也很重要,48公斤的它穿搭的是S码,如此组合配搭后,整套都相互衬托,增色不少,其次颜色上的配色,深灰色大衣,与中灰色的背心, 在背心上有九红色菱形无虚线的花纹,即橄榄绿色衬衫的搭配。虽然绿色衬衫与背心上的红是对比色,一般会回避这种配色,但是因为有灰色作为协调色,再加上是暗色的橄榄绿,所以很协调,并没有突兀感。 再加上一双九红色的靴子,与背心上的红色对应匹配,用一个绒面橙色包做点缀,这组搭配不仅不凡乱,且显时尚的同时,也带来颜色多元化又统一的美感。好了,举了以上的例子,是想说明,它对时装的演绎,能帮助到大家对服装选款的认识,不要只看别人穿搭,更要学会搭配,别人穿得好,在自己身上也不一定有同样效果。同理,别人穿得不怎么低,在自己身上不一定会不好看呢。 那条驼色针织群就是很好的例子,追求时尚越发显年轻所以说,再好的款,会搭配才是王道,才能更好地将服装的精髓发挥出来,也将穿搭者的气质提升起来。162厘米不算太高,但是除了没有觉得它不高,它的体态和举止让人有种高高在上,不会有缩脖子和驼背,这也是穿搭的必要条件,也会显年轻,也因着它与妈妈对时尚的追求。 两人越来越时尚和显年轻了,近60的妈妈,也常常会穿起年轻化的服装,呈现优雅与得体,没有艳红翠绿的大妈感,多了一份这个年龄段很可贵的知性和帅气。 时尚为他们母女俩带来了年龄的停顿,也为他们创造了合拍的机会,不仅为大家带来时装美,更带来母女关系的和睦,令人羡慕。 结语,年轻不仅在外表,心态的年轻也是很重要的,要勇于追求时尚,才能活的年轻态。 英国94岁女王伊丽莎白的时尚追求,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呢。 维维道来,我是大维,将最新的时尚资讯和搭配带给你,我们可以不漂亮,但是,不可以不美丽和时尚,搭上维维直通车,让你的时尚穿搭不走弯路。 喜欢我的文章请关注我,也为我点赞吧。 谢谢。